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认识我 你是魔妖你 你怎么变这么老了也是当年你是小魔的时候就做事残忍那时我就快杀了你听这意思啊鸭鸭至少活了十几万年啊她那平时的作风还真看不出来残忍不过是杀一些废物罢了 焚天一字的子民全是卑务吗 不连他们以前又做错了什么还要击乱他们的死 焚天时代变了 以前魔族统治一遇可以生存 但现在不行 所以你为了退出一个新魔皇就寄陷我们这些老东西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欠你的我会还你 但重来一次我依旧会这样做 既然如此那你就寻宅谢全吧 焚天 焚天 有老的战 我借到还如何 欠慈 不行 欠慈 我魔族牺牲多少才培养出一个至尊魔皇 你是魔族的希望你不能 能够 尊魔 揚 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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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自毁全身的魔脉 他这辈子算是废了 你既然身为魔族的王 又已经成为了至尊魔皇 就要承担起魔族的责任 但别像他那样 苏姑娘要重建妖族 不假扮也留在那帮忙了 他们两个不能跟来 还真是有点可惜 你们说二脉是什么样的呀 是不是随随便便 都是十几万年的仙人 到处都是传说中的神兽 跟梦里的一样 肯定还有遍地的宝贝 说不定房子和路都是临时造的 真是好久没和师父出去逛逛了 以前师父可是最喜欢带着我的 不过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 老大怎么可能走错啊 来 开 这不就是那个传送阵吗 传送阵竟然被小爷启动了 小爷先去喽 轩帽 求你了 让我第一个去呗 这传送阵是陷阱 陷阱 虚空烈风 这不是传送阵 这跳下去 不得跳进虚空了吗 好大的犀利啊 竟然以虚空作阵 想去二脉的人 不知多少死在这里 这沙漠里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去二脉啊 老大 他们两个怎么了 还藏吗 藏什么呀 出来 我们现在怎么会有这个呀 徐老子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了 万罗村 万罗村 你在帮助他们逃跑的时候 暴露了一次气息 天爱荣耀 徐老子 我可是对您越发好奇了 叙叙叨叨的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吗 二脉的人 啊 震惊 疑惑 惊恐 人的情绪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聊啊 但在你身上 我竟然察觉不出一丝情绪 是你太弱了 空间禁锢 连五十万年的线上都很难掌控着力量 他竟然能随意操控 你 还有一句话的时间 我的身份是观测者 来这破地方 就是为了选出五脉中实力最强大的人 去往二脉 本以为风卓这个先皇可以勉强参加 但现在看来 徐老祖你更合适 自然 场面也会比较有趣 好啊 徐老祖 欢迎参加 诸神之夜 飞烟 这是我的事 你不必扎烧 好吧 你快点把他们解决 陪我去扎桃子 好 烈空闪 忠夜敌 想以一己之力占天蓝 狂妄 惊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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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虹进阵 惊虹 惊妞 天蓝弟子 就这点本事 急什么 小爷这只是热身 暴裂狂轮 义 哼 啊 哼 哼 至尊修? 真是有点本事啊 太久没见了 看看他们实力有没有进步 这下可要好戏看喽 配合确实有几分默契 但是 还不够 别高兴太早 长风势 长蓝雪铺 请天封号 徐老祖 你的徒弟 可都不是我的对手 呸 再来 至尊法相 谢 你 这个风拙有点意思啊 他们身上的灵力越来越强盛了 果然 大家才是进阶最快的方式 逆境开生机 不破亦不利 老左 他们的神之力 似乎快要绝小了 岂有简易 无此量力 小心 不和你们在这浪费时间了 无尽莲华 胜 无强的先皇威亚 无尽莲华 绝境之杀 便是众神 也将陈落 老大 他也太嚣张了吧 许作 今日有一个 在此的人是你 神之力 金鸿剑阵 联异收费 联异收费 恰 狗神破银枪 黎梦边 怎么会 神之力 你们身上为什么会有神的力量 当然是真正的天蓝之主 保此次云 太帅了 让小爷我也来体验体验 这神之力有多厉害 保炎神枪 什么东西敢暗算小爷 卫星 你 你怎么会从地里钻出来 我终于 自由了 好多人了 我看看 谁赢了 不 小卓 又输了 五败之力又过来了 可千万不能被他沾上 快跑啊 快啊 前面就是杰借了 只要知道五败之安天了 快 可不如要一起封印 来不及了 他过来了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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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想办法拖住他 杰杰尚未见诚 他一旦过来 所有人都要死在这儿 我没事 福音 师父 你快回来 小卓 你要好好活下去 疯卓 别过去 他在吸收腐败之力 封印一旦建成 你会被永远捆在四脉 疯卓 疯子 一个个都是疯子 师父 怎么办 怎么办 有办法了 我想到办法了 师父 阵控 对 阵控 阵控 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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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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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亲 李宗盛 这是掌控 这是掌控的第二招 为何 我感觉这力量很熟悉 那本就是你的神魂之力 别怕 去吧 天哪师父 这也太酷了吧 师父 这一招我也要学 这一招不仅蕴含了空间之力 怎么还蕴含了一股时间之力呢 师父 小卓 快走 快走啊 腐败之力马上就过来了 过去了 都过去了师父 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看来 他的记忆停在了被斩的时刻 失去记忆 对他来说也许并不会 我 我被腐败击食了 你别过来 碰到他你就完了 小卓 快 快用灵灵抵抗 啊 啊 不对 啊 你的胸尾呢 啊 你怎么别装普通人了 啊 师父 我没事 小卓 不要 怎么回事 我能控制腐败之力了 看起来 和我当初吞噬雷神差不多 都是与神相容 掌控了神力 比你可强多了 这可是完完整整的腐败之力啊 他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那他岂不就是腐败之神 啊 徐露祖 该说说 你和我师父的事了 小卓 这是谁啊 我好像没见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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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那是 十几万年前 师父 他们不会要打起来了吧 斩链 天哪 这是剑招该有的力量吗 不仅能斩断虚空 好像可以展开一切 这才是 我想要的力量 你又这样 我没看到 没看到 看没看到 这招我也算传你了 交易达成 神石处是我的了 老大 下来 小兔崽子 你给我站住 这可是市场 唯一一颗神石处 绝不可能给那臭小子做木马 这招你不爱用 就教你徒子徒孙 总会有用的 哎哟 我被绊倒了 我腿好痛 给老子放手 缺天头 滚滚你 无赖徒弟 老头 我替我师弟 谢谢你啊 师父 好了师父 斩空这招 可比树药珍贵多了 嗯 就当是给天兰小师弟的见面礼了 你个臭丫头 胳膊怎么总往外拐 那怎么办 你又打不过他 师祖 那个人是谁啊 一个无耻混蛋 你这一脸崇拜是怎么回事 小猪 他就是天兰之主 绝天通 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世上最强的人吗 那当然 很好 老子打不过他 老子的后背还打不过他的后背吗 成了天兰之主 到时候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哈哈哈哈 天兰兰之主 下来 原来你是九大仙人的徒孙哪 只要成为天兰之主 便可以做任何事 救我想救的人 仙魔联手灭了妖族 又如此急切地吞噬对方 除了占有五脉 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吧 我们想 打开去往二脉的通道 什么 当初我们就知道 腐败之力会逐渐侵染其余击脉 而二脉 是传说中最强仙人居住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 我也听说过 可从来没人说 怎么进去 这根本 就是个传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传说便不再是传说 风卓 你是想集合仙妖魔三力 加上腐败之力 硬开一条通道 不错 而且我怀疑 你还怀疑 腐败之力来自二脉 但是我一直没发现任何证据 只是下意识猜测 二脉 绝对和这些神脱不了关系 那我们就去二脉啊 我记得三脉就有传送阵 到时 诸位都在 看来 莫足白了 你就是幽老 不错 说吧 你想怎么死